在2019年有部神奇的动画《你遭难了吗?》 四个女生在不知何处的无人岛上陷入了遭难的巨大危机 她们没有任何生存工具、衣服也只有一套 可就是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她们什么都可以制作、什么都可以吃 四女在这极为恶劣的情况下都顽强地生活着 为了生存她们放弃了很多东西 其中包括了尊严和羞耻心 而其实四女能在荒岛上生活下去都离不开一位叫鬼岛狱的女孩 她附近是军人,从小就给玉科普野外生存支持 而玉也不是第一次遭难,遇到这种场面她特别冷静 首先该考虑的东西就是水源 可海水的盐分只会让身体的水分加速流失 而人体的水分如果减少10%就有可能死亡 在感到口口的时候必须先喝水再进食 但眼前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 就在这时,玉用铁棍打中了一只飞鱼 因为它们是遭遇空难 所以在遭难附近会有一些飞机残骸 打中这条飞鱼被玉脱掉的衣服裹住、碾压 玉体内的水分和血液就可以挤出喝一下 但三女都不愿意喝 所以玉只能告诉她们 以目前情况只有尿液了 刚尿出来的还是无菌的 这个我特地查了一下 只要没有感染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确实是最佳水源 在经过一个晚上的煎熬 她们在天亮后发现眼前出现了一座荒岛 但距离她们这边还有一定距离 玉发现海底还有一只虎沙正在活动 为了不让其他三女害怕 她没有声张 几天开始卖地的游向对岸 但很快几女还是发现了虎沙 唯独玉一脸镇定 灯户沙冲过来时 将老式手机的电池拆下 弄到水里 因为鲨鱼的鼻子有感知电流的器官 这把老式手机 也是玉姐特地防止遭难带来的 瞧瞧这觉悟 防患于蔚蓝啊 现在的手机电池都不好拆 不愧是19年的动画 跟着时代在编剧 只有以前的老式手机才能轻松才写电池 可上岸后并不是获救 等待它们的还有未知的危险 以及该如何生存的大问题 现在需要考虑的能据还是水源 现在除了下雨 还有就是寻找荒头植物采集 以及蒸油水和寻找淡水这几个办法 当然如果感到些许口渴 还可以用唾液促进在口腔 然后用鼻子呼吸会缓解不湿 如果连唾液分泌都快没有了 那也可以找人借一下 这真的是超有用的求生可谱 由于小木已经开始脱水了 所以玉姐只能赶紧带着明日香去寻找水源 可途中明日香却先开始脑情绪了 她也想要喝水 眼看这样根本没办法找到水源 玉姐正好发现脚下的土壤 有水源流过的痕迹 这或许是下雨造成 或者地下有水麦的原因 但明日香一直又哭又闹 所以玉姐只能先解决明日香的饮水问题 她将土壤包裹起来 然后通过挤压过滤土壤杂质 而流出了淡水成功 让明日香火了过来 好喝 比奶茶还好喝 她行不自禁地自己拿着水吸起来 不过明日香在喝完水后才发现 玉姐的一只袜子不见了 这可能是最正宗的不加奶不加茶的 撕完奶茶 而在等待水源的小木已经有些受不了了 小木也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打算启用应急方法 天却下雨了 在解决了短时间内的饮水问题后 玉姐便开始考虑下一个生存问题 那就是维持人体温度 所以现在玉姐要考虑的 就是打一个能够乘凉的地方 不过其他几女子在考虑要吃什么 对于他们来说 吃饭比什么人体温度更加重要 可事实上如果在以后生存不能保持人体温度 最快三小时就会死亡 但是不吃的话最久可以维持三周 但是考虑到其他三绿现在也听不进去 所以玉姐就找来了四种食物 海胆 海藻 馋和一个装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的罐子 四个人通过猜拳来决定食物的分配 子鹰得到了甜甜的海胆 小木得到了咸 但还是能入口的海藻 不想吃馋的明日香选择的罐子 可才尝了一口就直接呕吐 而最后的馋就是玉姐的食物 馋用来煽动翅膀的鸡肉 吃起来就像虾的味道 可明日香还是无法入口 最后还是小木分了一些海藻给他 四人也算是简单的补充能量 今天就算是过去了 他们必须在救援到来之前活下去 也开始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 在生存面前他们必须妥协 玉姐也成了几个人的主心骨 但是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每次睡觉 玉姐都会喊着爸爸 蛋蛋 傲兰吃 而这还得提到以前跟父亲野外生存时 父亲讲过养朵的蛋蛋 是可以生吃的贵重部位 不要觉得有什么尴尬害羞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哪怕蛋蛋的味道特别差劲 等醒来后 玉姐也开始搭建到活需要的简陋帐篷 甚至在子鹰的提醒下 还想到在野外也需要注意卫生 所以他研制出了沐浴系统 通过在海边捡到的塑料布兜出水 利用数字的韧性还能调控水的大小 由于子鹰还要求最好能够温水 所以他们沐浴的环境 只能在非常广袤的空地上 这样才能采集阳光的加勒 反正是无人道 又不怕人偷看 随后他们又该继续为了食物烦恼 不过这次 玉姐下来去寻找贝壳 真的找到了很多很多 而因为今天的太阳很大 通过矿泉水平当成凹凸镜 在温度上涨用甘草引蓝 各种科普知识真的是有理有据 不是信口连来 在各种福利放送的过程中还学到知识 这就是为什么一部麦肉动画 也能拿到7.9的超高评分 随后 鸡女吃了一顿看壁五星级的 看口贝壳后 就开始更加期待日后的伙食 而玉姐也是不负众望 开始教导鸡女制造陷阱 这样还可以捕捉到不同的野味 而这些也都是军人父亲教的 原始陷阱有四种 大致可以用捆绑射杀 压死 神坑之八个大致概括 讲完后 大伙就开始尝试布置陷阱 明治虾还用自己的裙子 抓到了一只蝉猪 但是他就在途中觉得蝉猪好可爱 还因为玉姐说吃蝉猪要扒皮 想想都好可怜啊 于是就把他给放了 好在玉姐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兔子洞 但兔子不在 不过只需要日后守住带兔 就能抓到兔子吃了 之所以能够分辨是兔子洞 那是因为地上的分辨是红茶味 不臭的哦 雪刀了吗 不过等待兔子回来的时候 他们还是只能继续吃炭烤贝壳 子音吃了几天感觉开始腻了 于是玉姐就像老父亲一样 为了改善大火的伙食 还得特地下到海里去打捞 而在打捞到新品种的食物后 子音还在岛上找到一口废锅 虽然一切都是那么的巧合 可没锅也能煮 就让边去对几个妹子好点 巧一点就巧一点吧 起碼不是什么都剪的 而在吃完饭后 大家好不容易有空休息 但只要闲下来就容易伤感 所以子音先哭为敬 开始想家了 气氛一下子掉到了谷底 毕竟从来到荒唐上 大家的精神都是紧绷的 每一次找到活下去的希望 都能再缓悲伤 但当生存不该变得那么困难时 他们终究还是再读学生 哪里经过这些场面 最后还是玉姐想到父亲 当初说过 人在不开心的时候 只要吃一顿BBQ 就会哼扫不开心的事 正好现在是退潮的时候 玉姐就在海边挖了很多鱼 做了一顿炭烤鱼 还有乌龙茶喝 乌龙茶是用乌浆树之主的 虽然本来他们是要去休学旅行 可以住在酒店吃着马卡龙 但对于那些已经死去 连糟乱都没机会的朋友来说 他们真的已经很幸运很幸运了 而这顿炭烤鱼 他们吃得很开心 就是还没有抱一表达着 鱼的味道有多好了 而之前心心念念的那只兔子 终于被他们的陷阱抓到了 和等到可以改善火食时 明日香和小木却由鱼心 不忍杀害他 但这一次 不同之前 他们必须要活下去 最终明日香还是拿起棍子 打死了兔子 他们的改变当遇见很是欣慰 遇见能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 可是会自相残杀 而关于这只兔子的处理方法 除了饱餐一顿以外 还可以做成搂肝 但是兔子和鱼的处理方法不同 他绝对需要用到刀具来处理 所以遇见又用到负心胶的方法 制造出了石器刀 兔子的尸体就放在了之前 找到水源保证不会快速腐烂 小木还勇敢地尝试 想要解剖尸体 他也算是明白了在这里 他必须坚强 必须去面对以前害怕的那些事 所以他们眼含泪水 非常不忍心地坐着杀戮 等到处理完后 他们终于吃到了美味的兔鲁 每一个人就像变了一样 脸上都露出了光彩 兔子如果有灵魂 或许一定会说 人类过来都是骗子 杀我心疼我的都是你们 而以上这些都是 潜入机关生存的描述 在残酷的现实上 采用搞笑类型来解说知识 之后的内隆 就是开始对荒岛进行探索 他们还发现了一座温泉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不知道他们是来遭难的 还是来度假的 反正在这段温泉画面 我是没有见到他们 有任何销售的场面 甚至一个个都很远论 拨到后面 子音更是想起了自己的皮肤 还得保养 所以就找到玉姐提出能否帮忙 玉姐是谁 那可是女中被野 在野外就像自己家一样 于是她装了墨鱼 还有海草等一些纯天然产品 进行熬练 加工 不过味道不是很好闻 但却真的有防晒的功能 可以很有效的保护脸部 但天有不测风云 或许是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哪有遭乱跟渡假一样 在经历一场暴风雨后 妻女送了一波遭乱福利后 他们也才想到自己还在遭乱 于是并改进了自己的棚子 不过很快他们还是恢复到了渡假模式 虽然途中子音也决定出来捕捉食材 然后就真的出还没有回来了 但最后还是有金无钱的被玉姐给带了回来 有吃有喝虽然苦了点 需要自己更生 但能活着真的比什么都好 而最后在岛上度假了一段时间 哦不对 遭难了一段时间 玉姐的父亲就开着船来救他们了 虽然后续内容有些过于套路 但不得不说全面看下 它还是有不少的教育含义 用轻松愉悦的氛围讲述的遭难过程 让人看得不那么压抑 还能感受其中 这真的是挺不错的 而还有很多生存技巧等等 我没有去细说 这是一部需要你自己去体会的假作 相信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不过话不能说太慢 毕竟任何作品 无法让所有人都喜欢 但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不错 而拼命之所以不叫 我糟烂了 却叫你糟烂了吗 我怎么感觉编剧是想问我 你要加入吗 有玉姐这样的大佬 还有三女的陪伴 就算花钱体验一下荒岛生存 也是不亏 各位观众 永远说对吗 各位少年 有名的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